气象预测天气不会很好 好在天空皱美 太阳 展露笑脸 来自四面八方 八十多个自闭儿家庭齐聚 一年多了 我觉得她有进步 她之前非常不喜欢音乐 那来这里做音乐疗程呢 我觉得她开始对音乐有 就是开始喜欢了 也比较放得开自己 她以前不想到吃鸡舍 你拉她 她也不肯进来 她说她要去看候车 可是现在她有时就问我 外婆 我要去吃鸡舍 她主动来说要去吃鸡舍 就说明她对吃鸡舍有了感情 我觉得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过来 因为这里的志工非常的有爱心 那也非常了解我们这些做新儿的父母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来这边除了小孩子能够得到治疗之外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机会跟其他的志工就是有聊聊 各种攻占游戏在志工的陪伴下玩得不亦乐乎 被接受的感动言语难形容 这也是新儿们进步的动力 大家新闻知识美志工林美凤 严秀聪 澳洲报导